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什么?能够决定一场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什么?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又是什么?军事,答案必须是军事了,只有一个国家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,才可以保护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,才可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子民免受失去落叶生根的家园的悲惨下场。 俗话说,有国才有家,那么,什么是建立一个国家的根基呢?什么是可以让一个国家永垂不朽的必杀气呢?那也必须是军事,只有我们把军事搞好了,我们才有底气立足于这个世界,我们才可以不会被侵略,即便世界上再次挑起战士了,我们也不怕,因为我们不会再像老祖宗那样被矮打被切除了。 我们掌握了这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、军事,我们可以重重的反击,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 下面,就让给大家盘点一下军事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吧。 最近,美国禁止向中芯公司销售电子元器件的事件持续发向,引起广大网民和自媒体的关注。 对于中芯公司来说,这次的事件可谓是一次致命的打击。 一些电子元器件的替代品很难找到,即使在日本、欧洲或者国内找到替代品,但每常是一种新的元器件,都需要反复的测试。 时间成本很大,距离来说,在元器件中,电子电容类的无元器件研发时间需要几个星期,无线电的射频器件历经几个月才能完成。 产品的核心处理器更换时长可能会超过几年,由此可知,即使在有替代品的情况下,中芯公司出货,也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。 更糟糕的是,有些元器件可能只有美国才能生产,中芯公司找不到替代品。 一个电子产品中,有数以千亿的电子元器件,如果缺失了一个,那么意味着整个产品都无法制造出来。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,中芯公司就算放低姿态,也无法改变美国的态度和做法。 真正有用的方法,是由高层出面采取措施,在中美贸易战中取得优势地位,为中芯公司提供有力扣顿。 除此之外,中国应该更加重视电子元器件业,尤其是IC行业,把他们作为发展科技实力的重心与关键。 网上的一些供典认为,中国对电子元器件的投资力度不够。 事实并非如此。 2017年全球电子元器件,总市场4000多亿美元,中国占了一半多,约2300多亿美元,中国大陆有8个OLED的工厂在建。 此外从2008年至今,中国已经建成了十几个LCD面板厂,还有一些民用IC企业和中芯国际的14纳米工厂,每一个投资都超过四五百亿人民币。 另外,我们还需要担心一个问题,日韩台欧在政治上是美国的盟友。 美国的电子元器件国际供应链是没问题的,中国就不一定了。 如果完全靠国产的话,中国电子产品成本变大,价格就成了劣势,这将是一个矛盾点。 在电子元器件产业,中国的资金是充足的,但是人才储备不足,技术力量也有所欠缺。 研发人员需要有竞争力的工资,而社会环境和科研体制也需要深厚改革,这将是一场长期战。 中芯事件将成为一次契机,引起电子元器件行业的震动。 就像1999年的美国家中国大使馆事件一样,支持中国重整军备,美国一定会为这次事件,惊醒了巨龙后悔。 西方不少媒体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,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些军事上的神奇人物,和今天弄地的事件以后,心中有什么想法呢? 是不是觉得,只有拥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实力,一个国家才可以产至久安,才可以繁荣昌盛。 我们也只有生活在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,才可以更有安全感,才会更加安心的繁衍后代,让自己的子子孙孙们在这里落叶归根。 所以觉得呀,军事对于一个国家乃至我们每个人,都太重要了,简直就是救命抚养。 所以,一个国家想要政治经济,都可以得到迅速发展,那么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作为支撑点,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在国际上,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不然,就只能沦落微笑三流的国家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